在炖汤吗 吓死我了 这么用心啊 做法 吓我一跳 阿姐好了没有 出去吃早餐了 快好了 她总是让我抱着她 抱着她我就不好擦脸 子琪现在要喝奶粉吗 嗯 不要出去 不要在这里叫了 走吧 下去 我小孩在吃奶粉 她每天早上起来 就喝120毫升奶粉 150 150毫升奶粉还没喝完吗 她喝了比较慢 她想喝子琪 她想吃这个面面 让你给她挑点这个面吧 喝口奶然后再吃粉面好吗 5元4根 她买一根应该要1块5一根 等我一起出来买菜 她都知道 捡了菜往车里面放 睡着了 我把它放在这里 你换着你摇着它 然后我去把衣服洗一下 我们刚刚买完菜已经回来了 我的小子琪已经睡着了 这段时间回来之后 我媳妇就说让我休息 不要我做饭 我给你泡我的茶饮 坐在这里好好喝一个茶 把子琪给我看好 喝着小茶 看着我的子琪 觉得我好幸福啊 找了个这么贤费的老婆 肉炖什么汤汁啊 红果 这就是玉米 玉米啊 嗯 我老婆把这个中午要吃的菜 全部都配好了 包着晚上我们吃饺子 那这个肉末加的是什么 这是我在外面买的肉馅啊 现在11点40 我去接小美啊 去接吧 你现在把衣服洗了 我抱着我小女儿去接我的大女儿放学 现在出来的是三四班 我女儿是二四班 应该走了吧 看一下 那我女儿呢 放学了是吧 好我们回去吧 学校就在我们小区旁边 每次两分钟就可以到学校门口 所以说上学很方便 有时候不来接我女儿自己回去 已经到家了 我老婆把地脱得好干净了 这是炒什么 炒了四鸡豆呗 快点吃 看妈妈炒的菜好不好吃 好吃 今天炖了一个童子骨炖玉米 炒了一个土豆炒肉 这个有点像一个沙县小吃的蒸饺 如果再弄两个花生酱 站着吃 特别好吃 妈妈有花生酱吗 没有花生酱 你看她有多吉吉啊 给你个饺子 她不吃 她不吃她不吃 把鸡蛋吃了给她 我这个女儿很喜欢吃这个玉米 这个玉米用排骨煮的 我小女儿就一直在这里烂搞 然后又比较炒 所以说我抱着她的话 我老婆就安心能吃饭了 晚上她想吃粥 我会炸面炸饭了 这次回家的话主要就是提车 所以说这次可能在家里要待半个月 上次回来也是订车 所以说在家里也待了十多天 这次回来之后 我记得我媳妇真的是挺贤惠的 你才知道我不贤惠 就是什么事情都为我着想着 就是怕我在外面工作累了 可能有时候我也会去做一下 就是我们两个相互体验嘛 夫妻之间就要相互体验 相互理解 见了夫妻之间就不会有一些矛盾 也不会有太多的隔阂 因为我媳妇老家是荷兰的 嫁给我的话 现在今年就是七年了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认识七年 中间也没有吵过也没有闹过 我在外面的话工作 她在家里就照顾老小 伺候一家人 我觉得我媳妇的性格 就是还是什么那种不急不躁 就是比较温和的那种 我能在外面安心地做生意 也请给我媳妇把家庭后院把我打理好 所以说我觉得她还是挺旺夫的 所以说我只要在外面的安心挣钱 她就带我两个小孩照顾好 让我女儿每天学习辅导作业 全部都是我老婆她一个人搞定 所以说一个男人不操家里的心 只在外面去打拼事业 家里的事情就交给了媳妇 我觉得这个能让我很放心也很宽心 如果说家里的事情我还操心 外面我要挣钱 我就觉得一个男人她真的是太累了 所以这就是大家相助 起床不大嘛 这个家庭才会过得更加的圆满幸福 也不在乎要挣多少钱 也不在乎要拥有多少 一家人健康平平安安 在看视频的 你也希望你的家庭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好了这个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小七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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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